香港老牌黑社會14K 他們的富稅人稱細哥的陳清華 升旗二在沙田寶福山舉殯 他既是幫中的元老 年輕時也當過差 甚至與不少建制中人有來往 他是當警察出身的 年輕外人士 我也是 我不記得那麼多 議員當然有很多人來合照 如果他是黑社會 如果他是康復 即是那些復免的人士 那他求助又怎樣呢 到底陳清華是甚麼來頭 一仔為你逐一揭避 陳清華在幫中職級為二路元碎 地位僅次於龍頭郭少皇 而他其中一個門生 正正就是大家熟悉的陳慧敏 他是我的老大 救了我們很多東西 而且他的為人 很有情意 怎麼會做到14K 全世界最大的 四三八 他真的是四三八 一個很值得人尊敬的大哥 我跟了他五十年 我們大哥大 我們超級元老 陳清華除了是14K邦內的超級元老 他領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 就是警察 到底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他很講義氣的 而且 阿西哥是一落千金 又很喜歡幫人的 尤其是幫那些 就是 不是江湖中人啊 那些 那些被人騙被人欺負 他都 很樂於幫助的人 所以他得到很高的名譽 而且他是當警察 做警察出身的 年輕的外人士 我也是 我也是 作為黑白兩島皆為人知的風雲人物 而且是邦內地位超然的江湖大佬 他的喪禮當然是非比尋常 當日 警方在寶福山一帶設置老像 對每一位前內的人問話 行經的所有車輛都需要逐一停車查文 現場一度分別拉起長長的人籠和車籠 警方查文的過程也相當嚴謹 去哪裡啊 我們來這裡 是不是去陳山那裡 什麼 司機車駕駛不到 前面有車位 這個下車就現在下了 如果這個下車就現在下了 OK OK 如果不然就直接走 去直覺 陳清華的寧堂設於地下 大部分的儀式 都是寧堂對出的通道進行 反黑組就一直重逢密切監視 由於儀式所在地位近後車處 加上場面盛大 亦因此吸引了其他同日來寶福山治喪的人觀望 在陳清華舉賓的當日 一仔就在一樓的飯堂發現了兩位特別的人士 他們分別就是夏偉依 以及曾經戚測整條潑蘭街的14K重量級人物 綽號白無償的老漢 14K來自洪門洪發山中議會 在國共內戰之後 國民黨部分餘黨逃到香港 其中郭兆王組織了14K 希望重建反共勢力 但就被當時的港英政府視為三合會組織 而陳清華與郭兆王關係密切 據說他還是郭兆王三兒太的契仔 亦因此他的地位超然 擁有邦內四三八富稅的地位 除此之外 陳清華與賭王何鴻生的關係更是樸縮迷離 他說在60年代中期 何鴻生當時與博彩生意的拍檔嚴漢不合格 互相爭奪公司最大的資源 又指何鴻生僅一度被迫退回香港 其後就找了陳清華出手相助 而這一點陳清華的滿身陳惟敏就可以助證 何鴻生他也有份去幫國 是呀 有 我也有份去幫忙 有沒有很難忘的事 有很多故事 因為那時韓生和澳門賭場 和他恩恩怨怨的事 後來都是小時候去擺平的 陳清華另一個身份就是他年輕時曾當過差 直至1996年 他有份創立了香港援助級協會創建人企退營同僚會 而他更加成為這個會的首席創會會長 在2005年受捐助之下 以超過140萬購買現時位於 旺角通賽街達明大廈的會址 除了星期二的喪禮 這個會亦有為陳清華舉行悼念活動 過程更加將貼在他們的Facebook上 其中鐵文是這樣寫的 雖然細哥離開了我們 但他的創會終止和精神 以及他對本會的貢獻和支持 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今天就送他最後的一程 衷心足願細哥安場到另一個世界 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而在一仔翻查大量有關這個組織的資料時發現 組織過去不少周年和其他活動裏 都見到不少政界知名人士 以及前警隊要員 當中包括前警務處長李明慧 當時仍然是立法會議員的曾鈺成 梁美芬更加上過他們的會址 而葉劉淑儀和何君堯更加是他們活動的座上客 一仔就將早前有關的照片 再次送到他們的面前 看看他們有甚麼反應 我不記得很多人 你知道議員有很多人來合照 我不會推 其實這個協議創辦人 我不認識的 但跟他拍照 很多人都來跟我拍照的小姐 我來作為議員很難說 不客氣不跟別人拍照 你挑剔我就對不起了 我令你失望 其實他可能有點黑社會 我不知道 很多人我完全額頭無字的小姐 有14K背景的人開協會背景 然後就見到你又去頒獎 送給他們的樣子 我怕不怕其實可能是這樣的 那個背景上面可能都怕 我會讓人覺得好像有一點 跟黑社會的人好像有背景 我想你不是隨便一個香港市民 我葉劉淑儀會跟黑社會背景的人來往 都不會很多人相信 你想抹黑人你不用這樣 照片中同場的還有何君堯 一仔又怎會放過他呢 其實他是錯犯人 其實怕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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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怕任何事 我不知他是黑社會 你告訴我 剛才你說的名字我都不太記得 如果他是黑社會 如果他是康復 那些叫做復免的人士 那他求助又怎樣 更何況現在有些是 表面上看起來 他是做正經事 正圖事 我不會問別人家宅 你太座做甚麼 你女兒要讀甚麼書 不是這樣做事 你只是工作公格 不會 蘋果 蘋果 我只怕蘋果 有時把東西扭曲 其他我沒有害怕 多謝 謝謝 謝謝 除了他們兩個 在疫情之前 也即是2019年 田北辰 陳恆斌 陳凱恩等 都有出席過他周年的新春晚宴 除了他們 組織更邀請到中聯辦人員前來 可見這個組織的來頭 並非等閒之輩 而一仔亦都在這個組織的官網 找到一篇周年宴會的演詞 當中是這樣提到的 曾經與原佐級協會中 多位社會而達交換意見 一致認為有創辦 退役同埔聯會的需要 並在1997年回歸後 由原來王家香港警察 原佐級退休人員聯會 改名為 香港警察原佐級協會 創建人企退役同僚會 並將這個名字原容至今 而他們這兩個會 不止名字好似 連 logo 都非常相似 而這個退役同埔聯會的標誌 只是加了他們的創會日期在底下 而這個原佐級協會 過去不止參加過很多撐警集會 他們更加火同過 已故著名藍絲里斯煙道 警鐘外地警員打戲 除此之外 他們亦都與大陸紅道法子的 光頭警長劉澤基合照 甚至登報表中 亦都曾經大喇喇向警隊屬下的基金 捐款10萬元 這個聯會到底 與正牌的拳頭會有什麼關係 究竟警方有知不知這個會的背景 甚至有沒有需要除去看這個會 由創刊刊開始 31年都堅持敢言 開展偵查報道 創全新報道方式 有過去到現在 一周刊從來沒有變 我們都一樣堅持敢言 在最壞的時間 我們承諾會一直在香港人身邊 陪你繼續說真話 一周刊31年 和你一路同行 人家在南無故 詞・作詞・作曲・編曲 中文